关键是今天的最后一个人 你要是能猜对海燕 你要是能猜对 我现在请你吃一年的饭 真的 那肯定猜不对 他下这么大赌注 来 有请 好 第一次 第二个猜张就割好了 对呀 你到现在一个都没猜对海燕 你能不能不给我们丢人呢 来 海燕 现在你剩下三号房间了 请问 三号 是不是女的 行 你在里边待着吧 别出来了 妈呀 我真是太难猜 因为我朋友吧 太多了 男朋友多 女朋友多 女哥们多 男哥们多 让我猜 第二个问题 不会是少风吧 我想想啊 应该怎么问呢 养过我老公吗 合作过没有 对不对 什么叫对不对啊 我刚才问的什么呀 你合作过吗 合作过 养过老公吗 没有 这意思哈 啊 这两个啊 没演过我老公 姐妹儿 你就好把那个脑洞大开一下行吗 现在老局限在那几个人里 对 我这脑子都凝固了现在 尤其第二个那个我哥一出来 我现在基本上已经有点傻了 对 你哥一出来你咋就不说话了呢 啊 你是孩子喜欢他是吗 你是孩子喜欢他是吗 你是不是一直喜欢你哥到现在没敢说 就是没敢说 你现在还琢磨那时候为什么没敢说 哎呀 你 我们生活当中经常见面吗 咱们生活中经常见面吗 啊 不对 不对 这叫不对哥 生活当中还不太见面 你脸上有疤吗 脸有疤吗 啊 对 对啊 你干怎么样 那不是李奇 啊 李奇脸上有疤吗 不会 有啊 他这这点那个 起码就是这样 这点有个疤摔的 不会是邵峰吧 邵峰我们经常见面啊 生活当中 我还真猜 邵峰那你就问问他的个儿 你这个个儿跟我差不多吗 比我稍微高一点点吗 对 说实话的啊 高一点 我的天 邵峰啊 邵峰 邵峰 确认吗 确认 邵峰 好 那么到底三号房间中的人是谁呢 是不是 喜剧演员邵峰呢 请注意 让我们全拭目以待 五 四 二 一 请打开三号房间 答错了 妈呀 重名演员 郭凯敏老师 这一位 近四十年没有相见的他们 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哎呦 我的妈呀 我们多少年没见了 我的天 我们多少年没见了 你怎么把他给请来了 你还真好 必须给你惊奇啊 来来来来 邵峰啊 好久不见呢 我快四十年不见了 不是一个张海燕啊 天哪 你知不知道 打死你想不到吧 我想不到 不是你猜 你猜点好的呀 不是脸上有巴的 就是胖子 你真是猜点好的 都不是前面都帅不帅 刚才我没说帅哥 把我提的呀 我跟你说海燕 首先 将三十年以后啊 见到郭老师 你高兴吗 太高兴 我们俩哎呦 真不止三十年我觉得 就一直没见吗 快四十年没见 哎呀 对 你想想啊 年轻的小朋友们 你们可能有的人 还有点发懵 稍微年纪大点的人 当时郭凯敏老师 火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今天的周润发 就有多火 卢三炼 卢三炼 哎 这男一号 大帅哥 在中国 有两个名字 一个叫章鱼 一个叫郭开铭 全中国人 就没有一个人 不认识他 对 哎有没有卢三炼的片段呀 应该有 不是放青春万岁 放小胖子 这是青春万岁 放小胖子 诸位诸位 本宿舍社长 吴长福阁下 也就是本人 哎呦 荣幸的向诸位宣布 下面开始寒假前的最后一个节目 大扫出 你找谁啊 我找郑波 呦 修舍站在新桥点上 歌声好 像明媚的城堂 怎么会干的 新桥点上 歌声了 哎呀 哎呀 海燕啊 太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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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俩那会儿见完就再没见过面 没有啊 没有 那时候 拍完了以后 就他太小了 那个时候 你这么大的碗 你那会儿还不找找他 巴结巴结他 多拍点戏 那会儿 我跟你说那会儿不像现在 又是微信又是电话 18岁不知道跟人表达你去 真不知道 你知道吗 郭开明老师今天也是从外地赶回来的 对 我知道你是在海南是吗 我在上海拍戏呢 上海拍戏 专门赶回来的 对啊 有一个节目 要干嘛干嘛 哎呦我是好啊 哎呀我得来啊 哎呀 他可能认不出来我呢 谁说的 让我都认出他来 有人说啊 刚才我要不说郭开明老师 你会不会都想不起来 不可能 绝不可能吗 绝不可能 想能想起来 他要是出来你不说是谁 我也能说出他名字来 对 这是肯定 因为他那会儿 他没怎么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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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老师没怎么变 大帅哥呀 最近李奇玩的时间长了 对 你说一会儿有没有巴 有巴 你说个子是不是比我高点 你说你找的寿风 潘长江 李奇 纳薇 纳薇 哎呀我的天哪 纳薇现在走路都这样了 我觉得只有这些妖魔鬼怪 能在我身边 我就这么想 是吧 对 所以你就不配跟我们这种 帅哥在一块儿 你别 这些人都走上正道也对 对 是 对 对 对